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一个最讨厌的问题 就是黑眼圈黑眼圈 所以黑眼圈到底要怎么样改善呢 我只能说只有蓝女人没有丑女人哦 就是说每天都要帮助我们的眼睛周围做勤快的按摩 那现在老牛呢就要教大家一招非常好用的这个黑眼圈按摩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下 今天呢我们的娃娃呢 其实呢虽然很年轻哦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她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黑眼圈 对不对 多久的时间了 还蛮久的啊 因为我本身就是平常可能要卸妆啊 然后我又懒 然后就是力道会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又有过敏 对 所以那有时候会看起来就是很疲累 都有黑眼圈 对啊你现在讲话都有点鼻音 所以我们就要建议大家按摩啊 像这样的一个鼻塞的现象啊 这个有穴道叫银箱穴 经常按压呢 就比较不会鼻塞 好两边都要按压 那不鼻塞呢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黑眼圈的问题哦 好 那除了这个穴道之外 像我们眼睛周围哦 都会有穴道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穴道 叫精明穴 这个力道呢通常是 我想家里一定有磅秤嘛 你用手指头下去试试看 差不多两公斤 这样的一个力道 然后呢 持续差不多一到两秒钟 你可以反复的做 这边有一个穴道 这个穴道呢 我们叫做成气穴 好像承接眼泪的意思 这边按压之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穴道 这里 四白穴 会让我们的这个眼睛呢 黑白分明 这边还有一个穴道 这个穴道呢 叫童子疗 那经常按压之边呢 眼睛就会跟小朋友一样 天真无邪的 然后这个眉毛也有穴道 可以按压哦 像这个穴道叫做 船竹穴 这个穴道中间呢 叫做鱼腰穴 就是鱼的腰 鱼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鱼啦 这个穴道呢 叫做 丝竹空 这边都可以按压就对了 然后一次停了几秒钟 忘了 两秒 每次按压几公斤 两公斤 OK 觉得那边怎么更黑 没有了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你要看影片的照片 我觉得因为是打光 我觉得那边就是受光面比较多 我也不知道 好 比如说 绝对 我就在这里 很棒 我来跟着 第一个人 Jorge 在这里 我来看 еро Eso 愚蕩 这应该 给我 owl